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如果你是一位刺旗舰机型的爱好者 可能就知道,最近将平板骁龙8 Plus已经成为了市面上最新 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刺旗舰平台 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神游骁龙870连颇老矣 同时隔壁的天机8200进步又不太大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混搭了骁龙8 Plus的台积电4nm制程 与骁龙8 DCPU主频的这款降频版实在是太能打 根据相关测试结果显示 将频版骁龙8 Plus无论是在理论性能还是游戏场景中 性能水准与满血版骁龙8 Plus其实几乎都没什么区别 然而其能耗却有着明显的下降 也就是说能效比进一步提高 手机的发热会进一步改善 续航也变得更长了 当然这事件好事 并且同时也会很自然的让人产生一个联想 那就是既然骁龙8 Plus降频后的效果如此好 那么如果将今年本就以更高性能 更高能效著称的新款旗舰SOC 也就是骁龙8 G2 也进行适度的降频处理 它是否也会爆发出更加惊人的表现呢 提前用上了未发布的新旗舰 照理来说 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应要等到2023年年底 甚至2024年年初 也就是骁龙8 G2降频版 作为新一代次旗舰SOC登场时 才会揭晓 然而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可以提前差不多一年时间就预览到了 是 这次的主角还是刚刚发布的三星Galaxy S23系列 众所周知 三星这一代的Galaxy S系列旗舰机器 用上了一款 被称为骁龙8 G2 for Galaxy的定制平台 与普通的骁龙8 G2相比 它不只是将CPU超大核的主频 从普通版的3.2GHz提高到了3.36GHz 同时还对GPU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出厂预义超频 说超频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骁龙8 G2 for Galaxy与普通版骁龙8 G2相比 甚至产品型号都已经不一样了 事实上 三星使用的这款专用平台是SM850IC 而普通的骁龙8 G2型号则是SM850IB 没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三星所使用的这款定制移动平台 极大概率本质上就是提前发布 且长期独占了本音在今年下半年才登场的骁龙8 G2 pass 但最近有些证据表明 事情可能还不只是这么简单 骁龙8 G2 pass 将平板 近日 一些拿到了量产版机型的媒体 对三星Galaxy S23 Ultra开始进行测试 在相关测试结果中显示 这款旗舰机内置了一个新的 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电源模式 也就是所谓的氢氧模式 简单来说 在轻量模式下 Galaxy S23 Ultra的性能会比默认模式类低 但又显著高于省电模式 此时它不会压低屏幕亮度 但会把CPU超大核的峰值频率 从3.36GHz降至2.84GHz 同时性能核的峰值频率也会略有降低 那么在降频之后 这款目前由三星独占的主控 在性能与功耗方面表现又会怎样呢 简单来说 根据现有测试数据可知 在开启轻量模式后 小幅度降频的骁龙8GR for Galaxy CPU单核与多核性能 具有大约15%的下降 但由于三星本身使用的就是新研发的 体质更好 主频更高的芯片 所以如果与标准版 3.2GHz的骁龙8GR相比 那么降频到2.84GHz之后的这个定制平台 性能其实只会降低3%左右 几乎可以认为不存在差异 但由于此时CPU的超大核和大核峰值主频 都有所下降 所以处在轻量模式下的这颗定制主控 平均功耗会比默认 也就是出场超频状态 足足低了40%之多 哪怕是与普通的骁龙8GR相比 也还要在省电20% 如果是在目前所有Android旗舰扫握中 进行横向比较 那么将频后的三星定制版骁龙8GR 更是在能效比上 创造了将频版旗舰扫握 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 这意味着什么呢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 如果将Galaxy S23系列配备的定制移动平台 直接看作是骁龙8GR Plus 那么开启轻量模式之后 它同样可以试作 将频版骁龙8GR Plus的前瞻 换句话说 不出意外的话 可能会在明年亮相的将频版骁龙8GR Plus 将拥有比现在将频版骁龙8 Plus 更为出色的性能 同时还更省电 发热量更低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 它届时在次旗舰市场有着更大的作为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现在购买三星Galaxy S23系列机型的用户 就是同时提前享受到了骁龙8GR Plus 与将频版骁龙8GR Plus 这两款未来的旗舰和次旗舰扫握 其实还真不能这么说 首先 Galaxy S23系列搭载的这一定制平台 基本可以确认是骁龙8GR Plus 没问题 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提频方式超大和和GPU超频 符合高通以往的习惯 更重要的是 我们已经可以确认 它有着SM850IC的独立型号 与其他手机厂商使用的SM850AB 并非同款芯片 而已经有诸多传言显示 骁龙8GR Plus按惯例 本应在今年年中登场 所以现在已经批量造出来了 也并不奇怪 但降频版骁龙8GR Plus 照说应该至少要到年底 才会正式露面 换句话说 高通与其他手机厂商 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 可以慢慢去摸索它的最佳降频幅度 无论是从技术 还是市场层面上 都没必要这么早就让它登场 从这一点来看 与其说哥勒克在S23系列的轻量模式 提前体现了降频版骁龙8GR Plus的实力 不如说这个轻量模式 反而可能有替高通探路的意思 毕竟考虑到此次 三星能独占半代升级平台这么久 这样的对价反而才会显得相当合理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S23系列上提前用上了新款骚客的说法 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